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拜習會落幕 華郵表示 美國將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奧 拜習視訊場地大不同 學者點出背後奧秘 牽制中共 日美首度南海軍演 日非聯手訓練 意大利18名參眾議員聯名致函 挺臺參與國際刑警組織大會 出招 美參院多數黨領袖宣布 抗共法案納入國防授權法 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這期的每日頭條 我是薛然 今天是美東時間10月16號 亞洲時間10月17號 下面來看今天新聞的主要內容 拜登15號晚上與習近平 進行了三個半小時的視訊會議 16號 白宮國安顧問蘇利文 出席華府智庫布魯金斯研究所討論會時表示 雙方花費不少時間討論台海議題 拜登表示 他任參議員時投票支持台灣關係法 他清楚了解任何以非和平手段改變台灣未來做法 都是美方嚴正關切的 拜登向習近平重申 美國在台灣關係法 美中三公報與六項保證指導下的一中政策 時評人藍述認為 美國以及所有的西方國家在與中共建交的時候 對中共口中所講的一個中國的這個說法 從來都是存在著不同的解釋 中共的一個中國的解釋就是 台灣是屬於中共控制的一個中國的一部分 而美國以及所有的西方國家呢 都是只表態知道中共的這個立場 但對中共這個立場的本身不表態 就是說既不表示贊同也不表示反對 而這個呢就是所謂的模糊政策的由來 同天中共官媒新華社公布的中共第三份歷史決議稱 解決台灣問題 實現統一是中共的歷史任務 在這次拜習會上 習近平稱 台灣分裂分子如果越過紅線 他將被迫採取行動 拜登重申 美方堅決反對任何改變台海現狀 或破壞台海和平與穩定的單方行動 但會議一結束 在大陸社交媒體上 拜登不支持台獨成了熱搜條目 而在白宮聲明中並沒有提到這一段話 雙方在台灣問題上仍然僵持不下 蘇利文表示 拜登還表達了中共對新疆 西藏和香港做法的擔憂 藍述認為 香港在開始實施國安法之後所帶來的變化 為台灣的前途帶來了巨大的轉機 一國兩制走進了死胡同 一國兩制解決台灣問題此路不通 捍衛台灣的民國政府的主權 就成了保衛2300多萬台灣人民人權的核心和重中之重 西方國家開始非常清晰地看到了 台灣未來的一個重要的政策支撐點 中共實際上它也看到了整個西方國家在這方面的政策的逐步轉型 中共在統一台灣這個問題上也變得越來越極不可耐 在今後的幾年甚至更長的時間裡面 台海將成為全球和平的關鍵點一個熱點 首場拜席會才剛落幕 華郵專欄作家羅金16日就引述知情人士指出 拜登政府預計月底前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奧 美方將知會盟友這項決定 但會讓他們自己決定是否跟進抵制 北京冬奧倒數不到三個月 人權組織呼籲國際抵制的聲浪不斷 CNBC先前引述知情人士表示 習近平預計會在視訊會晤中親自邀請拜登出席冬奧 但在三個半小時的拜席會上沒有被提及 多位知情人士指出 白宮近期將宣布拜登或美國政府官員都不會出席北京冬奧 政府內部已經正式建議拜登外交抵制冬奧 預期他月底前就會批准 羅金表示拜登政府延續川普政府的評估 認定中共在新疆的行徑構成種族滅絕 知情人士表示拜席會落幕後 拜登政府就少了一個延後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奧的原因 抵制北京冬奧是美國國會跨黨派共識 多數議員主張發動外交抵制 或將賽事延期並移到他國舉辦 共和黨籍參議員盧比奧、眾議員史密斯 進一步要求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 以北京在新疆進行種族滅絕為由 禁止中國對參賽 美國企業研究所研究員馬明漢認為 拜登政府試圖在北京冬奧議題上 採取中間派做法 但外交抵制不太可能改善北京的行徑 拜登政府應該採取額外作為 以利用明年冬奧在人權議題上對北京施壓 15日晚 拜登與習近平的視訊會議顯示 雙方場地大有不同 中方選擇人民大會堂與美方視訊 美方選擇在白宮內面積不大的一處會議室 對此 加拿大約克大學副教授陳榮欽指出 雙方的會場安排透露出中美官場文化的差異 也顯現兩國思想文化的不同 16日 陳榮欽在臉書發文表示 中共以習近平為首的六人排排坐 無法直接看到彼此表情 不利於溝通 共同面對放置在對面的大螢幕 人民大會堂寬廣的空間與挑高的天花板 顯得與會者渺小而疏遠 這是重排場親個人的安排 美國是以拜登為首圍繞方桌三方而坐 空出一方 放置屏幕 另一邊還放了另一台螢幕 方便所有人都能輕鬆觀看 與會者可以看到彼此的表情 方便溝通 白宮會議室大小正好容納與會人士與助理 氣勢並不宏偉 但令與會者顯得親密 這是眾人文而輕排場的安排 陳榮欽表示 中共屬於層級式組織 與會者權力差距大且階級明顯 強調命令服從與執行效率 美國屬於管弦樂隊式的組織 各司其職 有指揮協調合作 與會者權力差距小 而階級相對不明顯 強調溝通 合作與創意 這次視訊除了拜登和習近平 兩邊還各有五名高級官員陪同 採取一加五的方式 美方有國務卿布林肯 國安顧問蘇利文 財政部長葉倫 印太事務協調官坎貝爾 白宮國家安全會議 中國事務資深主任羅森伯格 中方是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丁薛祥 國務院副總理劉鶴 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 外交部長王毅 副部長謝峰等五人 16日 日本海上自衛隊宣布 已經派遣潛艦與美國海軍 在南海舉行共同訓練 外界認為 除了展現日美為了實現 自由且開放印度太平洋展開合作之外 也意在強力牽制中共 NHK報導 海上自衛隊表示 除海上自衛隊潛艦外 還派遣加賀號等兩艘護衛艦以及反潛巡邏機 美國海軍則派遣驅逐艦和反潛機參與 潛艦通常是在不讓對方窒息位置的情況下 執行警戒監視任務 不尋常的公開潛艦動向的日本海上自衛隊表示 這是日美首度在南海舉行潛艦參與的共同訓練 中共正在南海建造人工島礁 讓南海軍事據點化等等 加強海洋進出活動 另一方面 美國則致力建構包括南海在內的 印度太平洋新安全保障架構 意在抗衡中共 此外 日本海上自衛隊直升機護衛艦加賀號 和護衛艦村雨號 14號與菲律賓海軍巡邏艦黎薩號進行聯合軍演 日本海上自衛隊15號在推特上表示 日非將持續加強軍事合作 以實現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 菲律賓《每日詢問報》分析 面對中共在南海的主權立場 日本是菲律賓尋求援助的主要對象 而日本也在強化與菲律賓的安全合作 聯手對抗中共的意味濃厚 國際刑警組織大會將於11月23號到25號 在土耳其伊斯坦堡舉行第89屆大會 18位友台的意大利參眾議員 近日聯名致函這個組織 要求讓台灣參與大會 以免削弱國際安全網 意大利議員在信中指出 台灣居全球經濟與地緣政治樞紐 卻因為政治因素被排除在國際刑警組織之外 將削弱國際安全網的完整性 意大利國會友台協會 包含執政反對黨的跨黨成員 堅信台灣有實力與決心為國際刑警組織做出貢獻 他們支持台灣參與今年的國際刑警組織大會 以維護國際法律秩序 並與各國執法機構更緊密合作 希望國際刑警組織主席及秘書長 秉持專業權威做適當有效的介入 避免台灣再度被國際刑警組織排除在外 台灣駐意大利代表處指出 今年意大利國會議員致函的聯名人數較2019年增加 顯示一國立法部門對台灣參與國際組織的發聲力道持續增強 將有助爭取一國行政部門對台灣加入國際刑警組織的支持 而在15日 中共提名公安部國際合作局副局長胡彬琛 競逐國際刑警組織執委會成員 遭到對華政策跨國議會聯盟的反對 這個聯盟表示50名來自全球四大洲 17個國家和歐盟的國會議員 已經向他們所屬國家的相關部長發信 列舉中共如何濫用國際刑警組織的紅色通緝令 去迫害流亡的維吾爾人 直接表示這一舉動就像是引狼入市 美國參議院今年6月通過2021年美國創新與競爭法 擬定投入約2500億美元 強化美國多層面的競爭力 對抗中共帶來的挑戰 路透社報導 15日民主黨參院領袖舒默宣布 將把對抗中共法案納入國防授權法案中 希望能隨同其他法案一起通過 一旦參院通過納入抗中法案的版本後 兩院便會開始協調雙方版本的差異處 達成共識之後交由拜登簽署 歐盟本週將提出全球門戶戰略草案 以全面性、安全性及永續性和參與國建立聯繫 而不是依賴關係 以抗衡中共的一帶一路 近日外媒報導 歐盟將在本週公布超過400億歐元 歐洲全面門戶夥伙伴關係戰略草案 將聚焦五大領域 包括數位轉型、乾淨能源轉型、交通運輸 人與人之間的連結及貿易和韌性供應鏈 草案提到 這些投資的目的是拉近國家、社會及人民間的距離 以期待環保及數位兩方面的轉型 都能符合歐盟價值 尤其是民主、法治及人權 歐盟批評中共的一帶一路 多年來破壞環境、侵犯人權 以及讓參與國陷入高負債陷阱等行為 歐盟試圖將全球門戶戰略打造成值得信賴的品牌 這項戰略草案的主旨 除提高歐盟在全球利益和競爭力 同時促進歐盟價值觀 如民主、人權和法治 此外 由美國主導在6月G7峰會上 提出的重建更好世界的計劃 在2035年前填補開發中國家 投資基礎建設所需要的40兆美元資金缺口 為中共有問題的貸款做法提供一個替代方案 歐盟對此表示 與美國擁有相同的理念 將與美方討論如何合作 以確定可以參與的項目 感謝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歡我們的節目 就請訂閱、點讚、轉發和留言 我們明天同一時間再見